前首相纳吉是否可以居家服刑 再次成为巫统领袖炮轰政府的焦点 前首相署部长在意警告 如果政府不执行元首特赦令 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巫统最高理事补爱认为 首相安华只是在找借口 阻扰纳吉的申请 在意在面子书批评 政府拒绝执行王室特赦令 甚至隐藏特赦令附录 才迫使纳吉需要心颂 他提醒内阁 质疑王室行使特赦权 进而改变相关特赦权的原则 将会带来严重后果 例如未来的特赦可能会受到挑战 甚至成为政治阴谋 另一边乡 不爱批评 安华建议应该等待一马公司案审结完毕 元首才考虑是否批准 纳吉居家服刑的说法 只是一种新的借口 不爱认为 政府未来还会使用其他理由推托 不愿意执行对纳吉的居家服刑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